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身的气脉本来就是通的 他不是赌的 那什么人是赌的 那赌的他就生病了 病人是赌的 或者说赌的他就生病了 那气脉完全不通的人 那就是个死人嘛 或者说是一个没有出生的人 他只要一个人活着 他身上的气脉肯定是通的 有一些局部不通 他就已经得病了 好 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 从中医来讲 一个正常健康的人 气是他本身所具有的 不是练出的 他人体的气脉本来就是通的 本来就是通的 他也不是说需要后天的锻炼打通的 那么在中国 从现代到古代 很多老师很多全书里面都写着练气 那这么多东西 该怎么解释 难道这个都是骗人吗 他不是骗人 还是前面的话 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这个道家 儒家 佛家 对中医有一定的了解 你就会明白中间的道理 如果你不了解这玩意 就很容易被武侠小说带跑了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 那写的人体 丹田一骨气 像一个老鼠一样在上下串 很容易就把人带跑偏了 尤其是在道仗 有些书里面讲这个意念周天 他也讲这个东西 好像是被意念打通的一样 实际上 他不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个练气 他应该怎么说呢 首先 我们不说练气 我们换一个角度 这个人就说这个人的新陈代谢 人的新陈代谢和人的力量 速度 反应 性格 都有极大的关系 当然这个也不绝对 我是说一种普遍的情况 一般来说 新陈代谢高的人 像有的运动前的新陈代谢 就是能达到2000人 运动以后能达到2700的这种 他的新陈代谢快 这种人的性格 他就比较明快 说话 敢做 敢当 力量大 速度快 出汗多 这是新陈代谢快的人 这种新陈代谢快呢 如果站在中医的角度 我们可以说它的元气旺 当然这是说法之一 它不绝对 所以说咱也不要抬杠 它是一种说法 就是这种 我们可以说它的元气旺 当然了 新陈代谢快的人 它也有可能虚 但总体来说 新陈代谢快的人 一般元气都旺 而一些元气虚的人 从中医上讲元气虚的人 她的新陈代谢就比较慢 你像我测过新陈代谢最慢的一个女孩子 她只有1200 她运动过后的新陈代谢也只能达到1400 她的性格就比较木论 话不多 人家新陈代谢快的人 走路心走如风 她走路就是慢有油的 那么如果从中医上讲 它就是元气虚 当然这个元气有一部分是爹妈给的 这个是先天元气 那么从现代医学上讲 人体有一部分代谢叫做什么 那叫做基础代谢 这个也是爹妈给的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一样 但是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肌肉的代谢 我们身体的代谢 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 然后代谢加强 你看尤其是在健身房里 或者在学校里 有的人通过跑步 通过正确的锻炼 他这个身体变强了 你会发现 木勒的人他通过锻炼他可以变得开朗 他不但是那样 那力量小的人通过锻炼 他力量变大了 他速度变快了 而且他人缘都变好了 那么这个从中医上讲 那你就是通过这个锻炼 让你原本比较虚的元气 变成强了 这个呢 他就是练气的一种方式 他也是属于练气 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上讲 你去锻炼身体 他就是在练气 把你的新陈代谢 从低变到高 那么这个角本来就是让你元气虚弱 变得元气强断 他这个来讲 他本身就是在练气 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练气是正确的 而且现在练权有个人他也在强行讲识 他面说我们的官员血在这就单年 元气嘛 就这么一点点 对不对 但是你通过锻炼 可以把元气变大 当然他不是肚子变大 就是人的元气变多了 第二 咱们再讲了这个气道 就有人说这个人体的这个十二正经 这个任督二脉 对不对 那说我们打个比方说 原来打比方说你的任督二脉 这个小手指都这么粗了 他的气就比较弱了 那你通过锻炼 他变到大肚子这么粗了 他这个气道就比较强了 人的力量反应 他不演就快了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上讲 他练气之说是正确的 当然了 你得通过正确的方法去锻炼 他才能增强人体的这个 星辰代谢 增强人体的这个 从中心来讲 或者说叫元气 如果你的练法不正确 你过度的去消耗体能 要没有补充 就靠一些盲目的瞎锻炼 这个身体可能也会锻炼差 那例如说 人这么说吧 说到这里 他还涉及了个东西 叫静坐 静坐练气 静坐练气在哪 比如现代医学上讲 我们人体的基数 和我们人体的思想 它是互相影响的 如果像中心上讲 你思虑过多 就会心火过旺 如果人总是躺在人那睡着 脑袋不用了 身体就会分泌过多的阴叶 让你身体呢 出于一个寒思状况 当然这也不绝对 它是一个说法 那么如果我们打坐 尽量让身体的思绪降下来 那么人体的基数 它就会自动调节 就是说 咱不能说 完全不让我们思想影响身体 就是心平气和 一个人心平气和的时候 他的思想 可以最大限度的 降低对身体的营养 他打坐在这 他也算是一个人气